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龙的体验虎啊,看这个大桥好像不能用啊,没招啊,不能用的还显示个大桥出来干嘛,搞事情对吧,现在我应该变成比较后面选的啊,比较后面选的也可以啊,一开始选一选大桥就没了,好像我还把诸葛亮还有雕场给进来,应该要把露娜给进来,昨天我还遇到好多露娜啊,好多露娜啊, 厉害的露娜啊,这把应该不会吧,对面还有,还没发现露娜啊, 对方选了个黄东,看要不要选什么,再不计我就选个哪吒,对吧,哪吒,明天应该就要上线啊, 应该是12号应该就进行了,对吧,哪吒,带个掌杀,感觉哪吒出露娜啊,比较爽一点,就是这种,我选的一套装啊, 感觉哪吒出露娜啊,比较爽一点,就是这种,我选的一套装啊, 中奎,没人选露娜,看来这边都没有,这边都没人,露娜用的很溜啊, 看我换最后一个选什么,他最后一个他最近选没玩英雄,什么意思呢,他是他不怎么玩,或者说新玩,那也不应该啊,新玩,可能啊,他这个段位是继承,继承那个,呃,正弧的最高段位啊, 看原型我还是,还在,还在白银啊,直接跳到转石来,刚说露娜,露娜现在好,我发现这个人许了露娜啊,他带了一个这个什么宝布啊,这个叫叫,这个叫什么来着,进化啊, 我的很少用进化啊,基本我就喜欢用的就是,斩杀,还有闪现啊,其他的还挺少,最多再来个惩戒,对吧,就打打野的时候, 闪现啊,斩杀啊,这个比较用的多,还有加速,一聊这些啊, 哎呀,没办法,只会这些,对吧,像这个进化,他是可以把人家控,就是那个,一瞬间解除那个控制啊,但还是CD比较久,对吧, 不,好像技能CD都很久,就陈阶会短一点, 加速好像是90秒,闪现好像会更,更慢一点,对吧, 小娜娜,我哪里走,小娜娜,他就不是去打野的,不知道后翼来不来打, 后翼不打吗? 你打我打那边,我去打兵, 语音, 天花好像不是说, 还开语音,算了,不理了, 哎,这后翼不打红八虎,跑过来干嘛, 你打红八虎,我这边打,哎,就升级了, 你一个坑坑,你不打,我去打,想先把这个小怪打了, 我也不留给对方的吧, 红八虎不要,白不要, 干死他, 干死他, 应该来说露娜能坚持得住啊, 卡下来,只要他会把你到塔下就行了, 没有四级,要有四级飞过去,飞到上路支援一下啊, 这边就很麻烦啊, 看我这个,不是自动的话,好像挺麻烦哎, 他老会锁定英雄, 你不点个补刀或者点个推塔什么的, 他就一直锁定英雄跟着跑, 我来了兄弟们, 带一个走, 哎,哎, 关键时刻卡了一下下, 卧槽, 哎, 坑死了, 一下没缓过进来, 这VPS, 不是吧, 这个, 网信, 太嚣张这情人啊, 就打还中了, 直接抢个人头跑, 又卡了, 就你个罩人, 就你这点血还在跟我打, 干死他, 死也要宰一个, 不行, 再网线要换一个, 动不动突然卡, 这个电信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问题啊,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了, 本来应该电信我说, 应该很稳定的耶, 放个连通呢, 前一段, 以前玩电, 都是用电信玩的, 都很稳定的, 最近这两天, 这几天, 不知道是不是, 那个, 路由器坏了, 怎么定啊, 总是那么, 持续断啊断啊断, 断啊断, 那就连通了, 对吧, 刚才没干死, 赵雲, 两个射手真受不了啊, 这光靠我一个飞进去也不行啊, 自由, 我选择, 早上打马可了, 我操, 好危险, 哎呀, 这个东西要去掉了, 老是, 老是那个, 锁定能, 自动攻击好了, 那要捕刀什么的, 好麻烦是吧, 刚才找到一开始直接飞马可, 我以为马可会被干死的, 然后就飞到黄中, 没想到马可还不会被干死啊, 最后只能锁定马可, 先把马可解决, 感觉还是要把黄中打掉, 黄中太麻烦了, 哎呀, 好, 这把要磕囊啊, 要跪了, 要跪了, 射击我能射击的,感觉不会有改变的。 穿低马可。 有不够多,又是这种结局。 又差一点点,把韩恩罩给搞死了。 醉孽啊! 孙悟空干死他。 找到我回去再来了。 还干不死。 吵吵,这点血都干不死。 丢人丢大花了,看来黄中要先,必须先杀。 这把看来注定要输啊。 前击拿的这么长。 这把有点困难啊,坚持吧。 靠,其他人一个没杀啊。 先搞黄中。 哎呦,斩杀没出来。 死了。 怎么说也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 我死了,也要把他搞死。 本来要等斩杀出来再飞过去,对吧。 飞过去再开个斩杀,再加个一技能,军本就可以把他秒掉了。 藏血。 太着急了。 这达姆怎么打的血不厚厚啊。 说露娜太浪荡了。 一个人,哎呦,不知道能不能杠死啊。 那杠死马可你还活得算。 干不死。 没有队友资源的情况下,这个, 露娜就猛,猛得上啊。 就算他技术再好啊,没有队友资源。 两个队方也两个人。 这把,都是,都是打得对方残血打不下来。 这个很坑啊。 能不能好好地打,我操我操。 这伤害真高啊。 这些大伙都不鲜花玉,又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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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抢人头。 打不过去跑呗,对吧,先跟他们好点啊。 打不过他,我们去拆他塔,干死。 谁都不飞,这把烂灰。 cd太久了。 有时候哪吒乱飞也是送死,我直接上来拆他这边的塔,吸引他们兵力。 他们如果打团,我们好像打不过他们了。 特别是他有一个环中在那里支援,对吧。 当个后排,我们飞过去。 很难受的。 在家有个扁鹊啊,这个这家伙也挺,挺麻烦的角色。 现在我没大了。 怎么老往前冲啊,都没血啊,我操。 落后这么多,别打团啊,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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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们跟他差不多,再跟他打团也差不多,是吧。 经济都落后这么多,分数也落后这么多,怎么打团啊。 我们应该偷塔,然后找准机会。 你们吸引他,走了。 想勾我,没那么容易。 中间他们三个都在一起啊。 有没有优先推塔啊。 改举那种偷塔的策略,对吧。 先消耗他们,不让他们团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我们根本不好打。 一个扁鹊在那加血。 一个黄忠在那里,后排打得那么帅啊。 伤害那么高。 马可伤害也很高。 中奎又在那开个大,是不是很难受。 开始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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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现在他们是强了。 他们打团就会找虐啊。 我就站在打团。 有一个小噪音,按你的球。 又来一个 赶紧跑 开个大跑了 还是附带解决一个 直接从危险区穿到安全区 我感觉我出魔力躲篷没用 对方华斯就一个中奎 下路打不通我去打散路 靠主宰都被打掉了 主宰都被削掉了 打扁鹊我应该可可以了 我有魔力躲篷 干什么 快跑快跑 完了我死了 没办法跑的 高死他 高死他 死了死了 达摩死了 还从一个追人的 变成一个被人追的 哎呦 这个环虫找死了 本来还是有一些些机会 只要把兵线再推 把这几波龙再守住 我现在打那个扁鹊还是可以的 打那个中奎都没问题 把这头弄解决了 开个大扁鹊就是你了 他们肯定会过来支援他 撞一下就跑 不会超四个了 一下子这么多了 别过来支援 别过来支援 对面支援好快 清理兵线 后翼 打龙啊 看我现在一个就攻都没有啊 这孙悟空不行啊 怎么打的零啊 一个都没有 华语白 孙悟空的输出是很高的对吧 看我没人看龙啊 还在打什么野啊 我操 这个都不看啊 我也是配合他们了 塔不守的 进去进次打野 还打什么野 野是随时都可以打对吧 我从这边给他 cargo 大批 我们能已开始撤退 你的空手 接不住我的白刃 请求集合 天顶 要把马可搞得很赶紧 支援一下赵人 哎呀卧槽 本来我是想直接回去的 没头想 我以为后遇干不死他 干得死他 刚才早一点下去后遇就不会死了 我只站在我这边 高丽塔哥不要再给他们拆得掉了 哎呀他 这个有两个 干死他干死他 看来没有人支援的情况下 再来一个 来一个死一个 把这有模拟躲 不怕他 哎呀完了 来了 猴子呢 算了算了 猴子也没血啊 没有高输出啊 打不动他们啊 扁确也是一万多的经济 不是那么好惹啊 不是那么好惹呀 中奎 倒是 平 那个 经济华域 在对方来说 相对弱一点啊 但也已经到达我方这边 第二的位置了 他怎么怎么看到了送空 假如我方送空 现在才打了两个啊 是露娜咋整的 哎呀没玩多久了好啊是吧 当然都没有显示玩什么英雄 卧槽四五个在那里 就打你啊 卧槽还给他勾过来 先走先走先走 别捅我 靠团灭了 好可怕啊 什么一群人他也溜了 我帮高地方云团 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 turet has been destroyed 寄球寄球 输了输了输了 诶 搞这些人还不打的呢 搞事情啊 唉,這隊友不行啊 溜掉了 沒有前列的輸出啊 看不動